1月23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微重症医学科主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依然认为当前的疫情是可防可控的 1月10日,王广发曾就新型冠状病毒发展情况接受采访 当时他认为,按病人病情及扩散情况 整体疫情可防可控 随着疫情的扩大,王广发所说的可防可控在网络上受到了质疑 特别是,有媒体披露 1月21日,王广发本人中招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对他的舆论质疑声浪迅速被推到最高点 王广发在隔离病房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22日退烧后他才有机会上网 王广发告诉记者,在微博上 祝福鼓励的留言占了绝大部分 但是也有一些人质疑 王广发随后发了一条微博 解释了自己是如何被感染的过程 以及疫情到底是否可防可控 王广发告诉记者 对于网友的质疑 他的心情还比较平静 大家求同存异 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对大部分的讲话 是要传达一个信息 当然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这里面我们还是要注意个人的防护 我当时在里面讲的 其实重点就是 大家要做好个人的卫生 这个健康的责任 最后一道防线是谁啊 就是个人 王广发回忆 当时他去武汉的时候 就觉得这次疫情不是太简单 当时疫情还不是很明了 人传人情况到底如何 都不是很明确 对于一种新的疾病 认识确实有一个过程 他说 他依然认为此次疫情可防可控 只是有所升级 社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包括亲情 人情 健康和经济 关键是 我们要因地失策 武汉限制旅行 就是升级了 我觉得这是做的是对的 武汉的问题 这个一解决 其他地方的压力就小了 其他地方的风险 就传入的风险 就会大大降低 就是你只要措施到 它就是可防可控的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的代价是多少 这个很多人老百姓呢 在记者长达50分钟的采访中 王广发除了偶尔有咳嗽 听不出与正常人有明显区别 王广发告诉记者 这是因为医生建议他用了一种 名为洛匹纳韦利托纳韦片的药物 这是一种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 这种药物就他的个例来说是有效的 但目前还不清楚 对其他病患是否有效 需要后续观察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医生建议 是否有效 是否有效 未经议 是否有效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那么久不见 甚至是否有效 有效 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心 是否有效